价值三千万的墨催原料 就这样随便扔在这里 用这种框子装着一框一框的 这就是我们工厂最真实的一面 包括了我屁股底下这两片 价值百万的墨催大板料 你别看它整个都是玩把裂 但是经过我们师傅的精心设计和切割 它切出来的每一件都是满绿的小挂件 这里做一块无视牌 像这里照着裂切开 我们取些小蛋面 像这里有裂的位置可以去做一些挂件 像这样的一板料 我们要做多少东西呢 这里就是我们的小伙伴们 对这些料子进行从大到小的进行设计分割 像这样的袋子里面 就是小伙伴们从这里面切割出来的 完整的小料子了 随便雕个挂件或者是磨个蛋面 它价值都是几千元 这样子一桌子 你随便帮我估算一下它价值多少 这里就是我们工厂今天刚雕出来的一些毛货小吊坠 随着现在玩翡翠的人越来越年轻化 所以我们设计的题材也会越来越新潮 可爱的小哆啦A梦 吃松子的小仓鼠 蜘蛛侠 还有灰太狼 甚至还有一个香港来的小脚丫子 这样的一片料子 我们去切这些小挂件 绰绰有余 这样的大石头 一个要切多少件 像这样的一排 能切多少件 你能想象得到吗 一般我们的老师傅 拿到一片大料子的时候 他的第一考虑就是 切这种正装的大牌子 这样子在他们看来 才不至于浪费材料 他们认为这些年轻化的题材 是对我们原材料的一种践踏 但在我看来 行业的良性发展 需要这一股年轻化的力量 那么 Let's Obi 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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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